据说有个姓王的被人追杀到酒店的天台 走投无路之下他跳进了地面的垃圾箱 最终依靠垃圾的缓冲成功逃脱 可我们真的能用这样的方式逃生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决定先研究一下垃圾箱里的物体 看生活中常见的垃圾能否提供缓冲作用 于是他们来到了垃圾处理厂 而这里汇集了城市中所有的生活垃圾 首先打开的垃圾箱表面堆满了瓦棱纸 这也许能起到一点的缓冲作用 但当亚当翻开纸板后发现 里面全都是木板和钢筋 如果人刚好跳进了这个垃圾箱 估计就会变成羊肉串 所以他们继续搜刮了第二个垃圾箱 而这个箱子里面堆满了各种医疗废弃物 所以亚当表示自己宁愿摔死在地面上 接下来他们再次翻开了第三个箱子 然而这个垃圾箱里却隐藏了尖锐的木栈板 人一旦跳在上面至少也会断胳膊断腿 所以如果在现实中老王大概率是废了 但也有可能是他在偷吃前踩到了狗屎 刚好跳在了安全的废物上 于是刘烟祖决定找来一些柔软的垃圾来进行测试 看哪些物品能够减缓人落地的速度 以便用在接下来的真人跳楼实验中 首先他们找来了一些废弃的纸箱 可当亚当跳上去之后 虽然纸箱确实有被压扁 但却并没有想象中柔软 接下来他们又用了几包碎纸屑进行测试 尽管缓冲效果还不错 但这样的垃圾并不常见 最后吉米弄来了一些海绵 而他一般被用来做沙发的填充物 因此吉米估计应该具有更强的压缩性 随着亚当的纵身一跳 海绵果然起到了很好的缓冲效果 这就意味着人将承受更小的冲击力 但他又能否保证人跳下来不会摔死呢 下面亚当和吉米决定亲自体验一下 在这里郑重提醒一下大家 接下来的危险动作千万不要模仿 但为避免在实验的时候当场拍戏 他们还特意请来了教授传授跳楼技巧 而这个教练是个有着十年经验的老司机 并且在训练中 他们会用这种双层式气垫来提供缓冲 因为上层具有开放的透气口 他能通过排气的方式减缓人的下降速度 同时下层的封闭气囊会避免人直接着地 初次训练他们从四米的高度开始尝试 教练表示跳楼的时候必须后背着地 这样能增大与气垫的接触面积 从而分散撞击力度的大小 并且在落地前保持下巴收缩 以避免后脑勺着地出现脑震挡 在掌握技巧之后亚当迫不及待跳了下去 这次愉快的体验让他格外激动 随后在亚当的怂恿下 吉米也进行了尝试 好在他也出色地完成了所有动作 似乎跳楼并没有他们想象中可怕 于是他们将高度增加至6米 虽然这时两人都开始出现紧张 但等他们跳过之后才发现 这和之前并没有多大区别 显然气垫能为跳楼者提供很好的保护 但为了与跳垃圾桶的结果形成对比 他们在假人身上安装了加速度传感器 实验时他们会让假人从相同高度 分别跳在气垫和海绵上 通过传感器的数值对比 就能判断跳海绵垃圾桶的安全性 之后他们让假人从6米高跳在了气垫上 此时传感器侧的撞击力为11.4个G 而这也将作为安全落地的标准区 紧接着他们将假人从相同高度 丢进装满海绵的垃圾桥 并且这次测得的撞击力仅有9.9个G 这就说明跳进海绵垃圾箱里 并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但这种香内垃圾却是最理想的状态 幻衣里面藏着钢筋木棍什么的 那样一定会死得很惨 所以这种行为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跳楼 据说只要将火箭绑在冲浪板上 就能在平静的海面冲浪 而有个大聪明用这样的方法 体验了30秒的快感 可火箭真的不会把人送上天吗 为了验证这个做法的可行性 刘烟族把冲浪板进行了改装 并用一根火箭推进器提供动力 然后他们来到了一处平静的湖边 由于没有人愿意尝试充当志愿者 他们只能请来的假人老兄 托瑞将火箭固定在冲浪板上 并安装了点火装置 而为了让冲浪板在起步时能稳定向前 他们特意制作了6米长的导轨 在吊车的帮助下 冲浪板被放置在导轨的中间 等连接好点火导线之后 格兰按下了发射按钮 可火箭刚被点燃就脱离了导轨 然后四脚朝天栽进了水中 凯利认为是因为火箭的推力太猛 导致整体重心后移 从而使冲浪板上翘翻滚起来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需要测试火箭的最佳推力 于是托瑞换上了护具站在滑板上 同时用绳子对滑板进行拖转 看多大的加速度能将托瑞推倒 经过反复摔倒之后 他们计算出当加速度大于0.8个巨石 托瑞就会失去平衡 下面托瑞将20个小型火箭粘在了一起 而每个火箭能提供9牛顿的推力 但考虑到这些火箭只能维持3秒钟左右 所以他们需要一次分阶段进行点火 这样才能提供持续的动力 为了准确控制后续阶段的点火时间 他们在冲浪板上加装了 与人体重量相当的哑铃 并决定在干净的臭水沟进行测试 当托瑞安装好小火箭之后 他们在岸上按下了点火按钮 这时火箭以32公里的时速平稳地冲了出去 同时加速度也维持在0.6个巨 刚好处于人体能保持平稳的范围之内 接下来他们增加了第二阶段的火箭 并用岩石引信依次点火 重新安装好后他们再次进行了测试 这次第二阶段火箭在2秒后被成功点燃 以至于冲浪板还能保持相同的速度继续行驶 显然只要增加后续阶段的火箭数量 冲浪板就能持续滑行30秒 有了理论的支撑后 托瑞极不可耐想要尝试一次 于是他们打造了一个超大的冲浪板 并且在底部增加了负重龙骨 而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保持冲浪板的稳定 为了避免在实验中变成烤乳酥 他们给火箭套上了钢制保护罩 随后托瑞把200只火箭安装在冲浪板上 同时岩石引信会将它们分阶段点燃 这样就能持续冲浪了 首次测试依然有假人老兄代替 随着第一阶段的火箭被点燃 冲浪板平稳地冲了出去 直到所有火箭燃烧完才停在了湖中央 并且中途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但现实中人们又能否驾驭得了呢 于是托瑞换好护具后登上了冲浪板 可当他按下身后的开关时 这次火箭却没有一次点燃 导致推力过大失去了控制 最终一头栽进了湖中 虽然理论上火箭能够实现冲浪 但这种做法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尝试 据说在遇到深水炸弹时 踩水和钱在水下会当场开戏 而平躺在水面就能死里逃生 可这样的姿势真能躲避冲击波的伤害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决定先进行模拟实验 以测试冲击波在不同水深下的衰减情况 于是亚当计划制作一个4.6米高的水箱 并且会在四个不同深度安装压力传感器 然后他们会在中间位置向上下方向释放冲击波 如果水的深度不会影响冲击波传播 那么与爆炸点箱等距离的传感器数据就会相同 有了具体方案之后 经理用透明塑料搭建起了水箱 并在里面灌入了590公斤水 由于房东禁止他们在室内使用炸弹 于是亚当将手枪进行了改装 他在枪口焊接了一段钢管 当用空包弹在水下开火时 冲击波就会沿着钢管向上下传播 随后吉米用磁吸的方式在水箱内安装了传感器 而由于水自身重量的原因 水位越深的传感器数值明显要越大 那如果叠加上爆炸的冲击波 水下必定会造成更大伤害 但踩水真的比平糖水面更加危险了 接下来亚当小心将手枪伸进预定的位置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拉动了连接扳机的绳索 但吉米在查看测试数据时 却遇到了问题 由于水箱太小的缘故 冲击波在水中不断反弹 这就造成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非常嘈杂 为了避免这样的干扰 他们进行了多次测试 最终通过对比之后他们发现 距离爆炸点相同距离的两个传感器 上方的数值都要比下方的小 这就说明水的深度确实会影响冲击波的强度 看来流言似乎是站得住脚的 但在现实中的开放水域 测试结果又会不会不一样呢 下面亚当和吉米偷偷来到邻居家的鱼塘边 并决定瞒着邻居用4.5公斤TNT进行深水爆炸实验 看在距离爆炸点不同距离下冲击波的大小情况 于是他们准备在浮杆上固定5个压力传感器 而为了确定传感器的入水深度 亚当亲自跳进了池塘 然后分别在不同姿势下测量胸腔到水面的距离 因为水下爆炸冲击波造成的伤害主要在胸腔 当亚当平躺在水面时 他的胸腔入水深度为15厘米 并且踩水时的深度达到了60厘米 除此之外的三个传感器分别在水面以及潜水位置 同时为了对比数据的可靠性 他们分别会在不同距离的三个位置引爆炸药 而首次测试的爆炸距离为46米 当4.5公斤TNT被打包好后 安全专家将炸药放入了4.6米深的水中 随后吉米在防爆玻璃后按下了引爆按钮 伴随着大地的一阵颤抖 水面激起了巨大的浪花 紧接着他们又将爆炸距离调整至21米 第二次爆炸效果同样非常精彩 而最后一次他们在距离9米的位置引爆了炸药 虽然亚当躲在40米远的位置 但他却感受到地震般的抖动 之后他们通过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 如果在爆炸距离9米处踩水或者潜水的话 必定凶多吉少 而如果平躺在水面上 受伤的几率将大大降低 这是因为能量很难在不同物质之间传播 以至于向上的冲击波遇到空气时就会被反弹 并且会转化成张力波 从而中和掉很大一部分能量 所以如果大家不小心遇到了深水炸弹 一定要躺平在水面上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